即将在108年8月3日及4日登场的2019 宜兰全民共佛斋森即孝卿报恩法会 为有效率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宜兰县全民共佛斋森公德会 于5月26日举办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 宜兰县长林姿庙以指导机关身份出席 勉励公德会会员 三问训 好 我们祈求佛陀祝福我们今年的 祝佛在身体平安胜利圆满 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可以给我们这些事实的教育 我们一定要友好 可以说百善效为先 有友好的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 因为他的生意就是白母说 我们万里怎么白母会烦恼 所以这就是友好 感谢我们的主理寺党 我们祝的各位将生给我们主理寺党打扮我 谢谢理事长 也谢谢博光大学的两位师傅 我们进门法师 还有我们的传选法师 谢谢两位法师 阿弥陀佛 感谢各位 感谢大家一起努力 共进心也有 因为尤其这大法律 那身份 内心的身份 共进 我是不愿其文在共进这两个 有什么共进 共进才会有 第二就是 欢喜才会有 不可以在那 不欢喜 都不愿望 因为这其实都 无共进 无欢喜 我心里比较有水 大家共同勉力 大家互相学习 共同成长 会员大会由理事长朱如文主持 朱理事长表示 伊兰县全民共佛摘森功德会 已经完成法定公正程序 会务财政受到政府监督 虽然只是第一届 但在组织章程中明定 希望推动佛教文化 举办佛学讲座 打造深心灵朝圣园区 经过会员全体通过 立监市联席会的各项讨论提案后 紧接着是展开 2019宜兰全民共佛摘森 继孝清报恩法会 第三次筹备会议程 与会的见闻法师 与传贤法师 以及提供大批志工资源 和交通接驳的市长立委代表人 特别到场鼓励大家 从朱会长的身上 我也感觉到 他把善跟孝 这样作为一个力量 一个基石 然后呢 号召宜兰乡亲们 能把这样好的事情 能够把它 把它发扬光大 同时呢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的价值 都能够都能够是非常的璀璨 极光辉的 那在这边呢 每一次我来开胃呢 其实我都看到大家 非常的发喜 委员 你每一次的社团作为 尤其 特别都拿出来再说一次 就是说 我们医疗社团在社会做这些事情以外 那朱会长 他这个心 真的是很不简单 我们把这个 这个心已经提到那个上位了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共修 今天能够代表宜兰市长江冲淹 到这边 参与贵会的会员大会跟筹备会 那在这边 我要代表市长江冲淹 对助理市长 以及各位会员先进的付出 特别表达感佩之意 宜兰全民共佛摘森 继孝清报恩法会筹备会 今年的组织 有12位副会长 6部部长 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联系 筹组 训练 以及执行工作 多位副会长是社会贤达 不仅提供资源 更号召跨领域的伙伴 参与宜兰摘千森的大事 他对的事情 要传下去 要传我们的孝孙 尤其在好孙 尊敬师长 这个事情 在宅政 也是这个理念 延伸出来 跟阿母和世家 也是这个理念 延伸出来 归宜秀地 就是全民恋佛 号召了 18年来 这么多的师兄师姐 发现了菩萨 在打拼 可以为这个佛教做这个 这么大的生殊就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就是尽量做 不求非报 尽量做就对了 万般带补气 唯有爱随身 尽量做就对了 希望大家 能做福祉 就是祖鼻 祖鼻 像这祖鼻 再带来 应免应免 感谢继续 大家继续 大家继续 为这个 佛寺 可以让人 勇气 自己让我们的财政 可以让人勇气 进行 会长给我这个机会 大家一起来学习 我是抱着很高兴 又很欢喜 然后很珍惜的心来 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 我还是感恩大家 谢谢 我不知道讲什么 真的感恩大家 我要跟大家学习 如果不知道的地方 请大家都给我指导 谢谢 看啊 我们会长非常用心 把这个环境整理到 真的加速 所以说 比较开会以外 我也在这里 跟我们会长 真的用心 主委 如果有时间 也会来这里开港 在执行筹备工作方面 仰赖六部部长 事前的协调与分配职务 第一部 今年持续 由欧美联部长 负责相机与摘贡服务 第二部 由汤神雄部长 号召金刚队长黄福生 以及顾问庄在天 协助金刚护法训练工作 此外也说明 在交通通讯 以及环保清洁工作上 需要庞大的志工加入 第三部 由出家的传贤法师 担任部长 协助排位登记 长老和法师报道 迎送的事物 第四部 由生命电视台 副总经理 吴秀慧担任部长 今年生命电视台 除笔照往年 办理大蒙山法会 法务工作外 也承接大会的法坛 布置工作 使得今年的法会 将会有耳目一新的气象 第五部 由热情的林树梅师姐担任部长 与退休老师李淑婉合作 协调功德组 及来宾接待 以及英文表演和摄录影的作业 第六部部长 由耿荣董事长 继续担任这项重要职务 要负责法会举办前后的布置 与整理工作 同样需要大量的志工伙伴一起投入 今年各部增列了助力参与协调工作 也进一步把重要的筹备历程 进行有系统的传承 最后朱如文理事长 再次鼓励大家 参与宜兰全民共佛斋僧 继孝清报恩法会 最大的特色就是一对一的供养 这样的形式两年来 使得参与现贡的志工 获得法师一致的赞叹 也在全台的共佛斋僧法会中 赢得美谈 让今年的宜兰全民共佛斋僧 成为佛教具有指标性的年度盛事 斋千僧 种福田 赞 斋千僧 利人天 赞 斋千僧 行孝道 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离